赵大人请 对 原来这杨士祥还是个烟鬼 杜老板 这是杨士祥手下交出的账本 赵大人 杨世祥这个草包 极其织布局这么好的局面 在他手中 就剩下这么点利润了 杨世祥接手机织布局以后 好多客商都不来了 另外 还有些职工也不干了 所以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他这一样子 换成我是客商 我也不愿意跟他合作 教人把这些都收拾了 好 赵大人 幸好我们及时赶到 我就把他找到 要不然机器织布局 真的要被杨世祥彻底败掉了 我想 赵老板接手之后 机器织布局一定能恢复 他昔日的荣光 如果能有赵大人鼎力相助 我相信机器制布局 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杜老板 这个事你可千万别找我 我这个总办 就是个挂名而已 以后机器制布局如何运转 您这个会办 一人定夺即可 想来也是啊 赵大人受王爷重托 一定没有时间 来管机器制布局这些琐事 是啊 有杜老板在这儿作证 王爷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赵大人 自从我到了陕西 陕西巡抚这个位置 就换人无数 不过 赵大人能力超拙 如此坚明势力 我相信赵大人 一定能够坐稳这个位置 并且官运亨通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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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赵大人 重新出任陕西巡抚 同时兼任陕西机器制布局的总办 真的 消息千真万确 可你知道和他搭档会办的是谁吗 谁 杜明里 当真 真的 老爷 机器制布局的职工都亲眼看见了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老爷 怎么说 我们的姑爷官复原职了 是啊 百事被贬 纯属冤枉 既然周莹都没事了 那他官复原职 理所应该啊 既然这样 老爷 老爷 我们的女儿 我没这个女儿 老爷 看在姑爷 看在姑爷的情味上 你就别和吴义较真了好吗 吴义罪不容束 那周莹不是也没事了吗 周莹虽然没事 可她在监狱里 遭了多大的罪 我们吴家花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就连沈信仪的死 和这件事情 也脱不了干系 老爷 你打也打了 你骂也骂了 还不够吗 不够 大人 老爷 你感觉 我会有个鬼 大人 没什么鬼 他要啊 你 你 就不够惊吗 我没这个女儿 你怎么又去呢 她有喜了 马上就要生了 落叫 什么人 还不躲开 你龙龙还是瞎了 住手 果然是你 周莹 赵大人 你这是要责罚 名副冒犯之罪吗 你就不想听我解释 你坐啊 你坐啊 我不敢跟赵大人平起平坐 赵大人 你平时 不是都喊我大哥的吗 我大哥为人轻正 嫉恶如仇 绝不会和曾经诬陷我的人 同流合污 看来 你是不是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哥了 赵大人 我也不想听说 你是不是 你这个是 看来 没想到你 我认为你 可能是有个人 是有个人 我认为你 是有一个人 不过人 我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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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 我认为你 何必要等到现在 所有人骂我也就罢了 连你都不能相信我 你这衣服 你这顶带 还有你和杜明李的关系 竟然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以为我愿意 不愿意走啊 你们有腿吗 难道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和他穿一条裤子 他们把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们看 你是什么时候投靠王爷的 在你背派 展监后以后 王爺 你是為了我 王爺手下 武將多 商人多 文官少 在那個時候 我剛好送上文來 除了吳家的銀子之外 王爺還多要了一樣東西 你是為我犧牲 談不上犧牲 不 你犧牲了你的清白 我從來就沒有清白過 我之前靜養的那些人 基本上和王爺和杜明禮 沒有什麼區別 你犧牲了你的原則 我曾經堅持的那些原則 無非就是別人利用我的工具 還有你的夢想 成親立志 國父民強 所謂成親立志 無非就是當同伐異的旗幟 所謂國父民強 也無非就是爭搶地盤 中寶私囊的藉口 其實我沒有犧牲什麼 我只是重新選擇了一次 不 不 如果不是為了我 你還有其他的選擇 沒有什麼其他的路 大哥 今天和他們這些人周選 一定很辛苦吧 正相反 當我明白 什麼這個陣營 那個陣營 都沒有什麼不同 只要進了這個人剛 就無疑幸免的時候 我就不再執著 不再那麼痛苦 你知道嗎 我現在幫王爺做事 可上心了 劉北昌革職 李漢章 黑缺 還有那位大人的時事 都是我的文章 王爺對我 非常欣賞 對不起大哥 我錯怪你了 唉 我真烈 記得我嗎 什麼呢 你 我 有